各位早晨,我是竹敏玲,欢迎大家来看《聆听主声》5月9日 经文是在《司徒行传》第16章6至10节 题目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阿西亚港道,他们就经过佛女家,加拉泰一大地方 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彼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 在夜间有异象燕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 请你渡过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保罗既看见者意仗,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吸那里的人听 在5月7日,我们默想保罗在大约公然 46至48年之间是第一次他的传道旅程 我们奇怪这件事有没有旅程表的管束呢? 刹角度有一个模式,就是开头的接受 新信徒信主 犹太人的拒绝 以及每个城市都有迫白 多时他们就在被人追逼之后才离开那个城市 我们人生的旅程表都相似 有弹性 亦有意料不到的更改 今天我们跟随保罗去他第二次传道旅程 在公元50年至52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在路斯德 保罗和希拉收纳了一个新的队员 叫提摩泰 他的父亲是希列人 母亲是犹太人 是新信主的门徒 保罗的计划 好像是去亚世亚省 全港神的道 即是今天土耳其的中部 但是圣灵禁止他 于是 他们就在弗里加和加拉泰一带的地方逗留 当后他们想 不如去比推尼 耶稣的灵却不许 因此 他们就停留在这个特内亚城 在地中海旁边 这个西土耳其 即希列的对岸 我的仪团就是 The Will of God 简单说 我排列以下的配料 就是分辨 神特定的旨意时 用得着的 五件事 第一 看圣经 圣经里面 隐藏着 神的旨意的 大原则 我们必须審查 我们寻找 某些途径的 动机 我的动机是出于 神圣的渴慕 去以爱心服侍 神和人呢 或是我的动机是出于 贪爱钱财 声望 权力 成功 和名誉呢 圣经给我们 神的品格清楚的图画 我隐藏的动机 能够通得过 神的公义的 石锐测事马 第二 祷告 除了每天读经之外 我们祈求神特定的指引 我们可以向神求 一些表征 去表明 门是开的 正如基电两次求神 使得羊毛团 因为露水而变湿 又因为不沾露水而变干 在《时诗记》第6章36-40节的记载 多年前 当我们在掙扎 要不要直堂 我就求神给我 三位重要的支持者 好能够预备款项 供应头3-5年的需要 神就实实在在地 给了我们三位 而我就明白 这是门开了的 明正 祈求神每天 藉着灵羞 跟我们说话 我们小心地去聆听他 第三 圣灵 神会在你的心中搞动 给你一个负担 在某一个范围里面 服侍 若是仁义的感情冲动 没多久就会消逝和遗忘 但若是出于圣灵 他不会被你内心的搞动 退缩 等候圣灵 值得 第四 环境 怎样配合呢 朱医神 何时开门 何时关门 何时被我们有通达的路途 何时阻止我们走 这条路 环境 第五 属神的人的印证 向敬虔的人寻求勸勉 他们能作独立观察 他们会忠心 和公正 词徒行转第十六章第九节 和第十节 在夜间有异象言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 帮助我们 保罗既看见者异象 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以为神 召我们传福音 吸那类的人听 保罗既看见的是什么的异象 是天使说的 或是一个马其顿人 来求助的 在圣经当中 天使通常都是 传帝神的吩咐 而不是对那些听者 苦苦求助的 再者 这个代名词转成 我们 这个代名词一直沿用到第十 至第十七节 这段经文形容在 在菲律比所发生的事 菲律比是罗马的住房城 在马其顿的境内 因此 异象中的马其顿人 必然是 一个住在 菲律比的人 他来邀请保罗 传福音给他的国民 他可能是谁 司徒行传 和路加福音的作者 路加医生 他是马其顿人 可见神使得保罗 在特罗亚 等候时 神有计划 是带福音去欧洲 是一个新的领域 我从今天的经文里 学了什么功课呢 与圣灵调和 是需要愿意 等候 和服从 我们习惯了 发自己的梦 和作自己的计划 我们一旦 所谓 肯定了 某方向 我们就会 剷除 所有的事物与人物 去促成 这个目标 套用駕駛车辆的比喻 我们会超速 冲红灯 滚逐过停牌 因为只想快去到这个目的地 但是 神不是受时间和空间所限制 祂的道路高于我们的道路 而祂的意念高于我们的意念 若你们为未来的终身伴侣祷告 忍来等候主 若你们陷入在不治之症的困境当中 忍来等候主 若你们在寻找下一份工作时 找不到的时候 忍来等候主 我们每天 都与传能者 相交 在祂里面血色 与圣灵调和合作 一旦祂叫我们起行 我们就按祂启示的旨意 去行动 天赋我们为 乌克兰和阿富汗的人民祷告 他们焦虑地等候一个 和平的将来 他们受了很多苦 请触摸他们的灵魂 蓬保他们的心 又让他们在动荡之中 找到你 在他们的家中主 恢复喜乐与欢笑 我们奉祢圣结的明治祈祷 阿们 多谢大家 和我一起的祷告 纪念有需要的 包括我们自己 愿主祝福大家 我们明天见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一下 那个响灵图标 你们就会开始收到 每一天上传的视频的通知 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